6月23日晚 第1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落幕 金绝奖各大奖项获奖者齐聚后台接受媒体拍照采访 华语片《激战》主演张家辉 以及马来西亚纪十岁小童星李心巧 包揽本届金绝奖的影帝和影后 在媒体的祝贺声中 张家辉兴奋地抱起李心巧合影留念 有记者对此前媒体爆出金绝奖奖单提前泄露 《激战》宣传方曾在颁奖前 就群发短信向媒体发出庆功邀请仪式提出质疑 张家辉当场否认 获奖结果遭提前泄露 称在颁奖前一刻 自己也不知道是否会拿奖 至于庆功邀请 每次电影节颁奖前 朋友们通常都会开开这种玩笑 家辉国之前有媒体爆出奖项名单 好像提前泄露了这个事情你知道吗 有历史提前知道的吗 我是从来不敢相信 事情还被发生的时候 大家所流传的一些官方的一些事情 当然在过往在别的电影点底下 也有一些朋友说 你听不见你行了你怎么样 结果我都我也有失败了 所以慢慢现在下来 我自己都不太管 在资前公布之前的所有留言 我都是听过的算 为什么你在台上台下都不太紧张 是你已经提前知道要得奖了吗 其实我也没有紧张 我也不知道我没想要得奖了 其实她已经在马来西亚上打过以后 所以可能她已经比较习惯了 觉得没什么怎样 好谢谢大家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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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